哈利波特的奇幻世界吧 我想很多的小朋友甚至大朋友 都会想要置身在其中 现在风靡全球的哈利波特展呢 到了美国的纽约了 在电影当中啊 各种场景跟道具都呈现在你的眼前 让你仿佛就觉得自己可以化身 成为魔法学校的学生 只有短短的一阵子 也是觉得相当的过瘾 现在就请我们的纽约特派记者 龚邦华带你来看一下咯 哇 我必分到和哈利波特一样的学院耶 火车把我带进了魔法世界 哇 这个学校也太酷了吧 当然最想看到的就是哈利波特用的东西咯 像是他的眼镜用的魔法棒 比想象的要小 还有节道地图 另外哈利波特睡的床看起来也很秀真 不过海阁住的地方可不一样咯 这么高大人要穿的衣服 不知道花掉多少布料 哎呦 孵的龙蛋还真的会动耶 好玩的地方呢 是你有时候可以亲手的实验 像上药草课的感觉怎么样哦 我们来拉拉看 这个磨苹果的笑声还真是让人受不了 另外奎笛祈求呢 造型还真不错 可是用这个方式来玩也未免太骗小孩了吧 不过呢 他们用的飞天扫走呢 看起来真的还不太一样 有点像是一只大毛笔 学校大厅里面呢 虽然装潢得颇像样 但是最吸引人的是学生们吃的零食 国地犬口味都放在这儿特别可口 没错 这也是我的感想 不过走这么一小趟就要25块美金 这个学校也未免太贵了一点吧 中市驻纽约特派记者公方华林思惠采访报道